台积电位在竹科的2奈米厂近日传出了一起公安意外 一名工人疑似在施工时触电身亡 台积电指出竹科厂区10月18号下午 一名承揽人员进行办公室的配电工程时 因故发生意外 抢救后宣告不致 目前是停工状态 台积电全力的配合调查 协助下包商来处理后续的事宜 竹科管理局就表示 等到台积电提出改善计划之后 将会依照计划逐一的进行检查 完成复检后才会同意复工 经济部长郭志辉受访时表示 这起意外应该不会影响到台积电2奈米的建制进度